随着地球暖化家具 越来越多人掀起绿色消费 大家对于二手物品的接受度也跟着变高 对家中闲置物品进行转卖 不拒绝高品质的二手商品 现在中国上海很流行 将家中用不到品质好的闲置物品 拿出来与他人交换 累积绿色积分 就有机会再换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从社区的线下计卖二手商店 到网络的二手交易平台 是闲置经济成中国年轻人的新潮流 我们80%的人群都是以年轻人为主的 包括我们每周会举行一些市集的活动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划算 不过为什么中国流行起二手交易呢 其实中国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低于预期的4.6% 更显大规模财政政策的急迫性 最近中国官方公布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较第二季的4.7%略低 有看法认为这与整体经济走缓 趋势不变 加上中国经济这几年 简直是内外兼逼 不论是疫情前或是疫情后 经济数据时好时坏 凸显北京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连小老百姓都只好拿出了手物品 期盼能回收再利用 减少不必要的日常开支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